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首《I Dream the Dream》的旋律再次出现时候 方婷的女儿科赛特已经长大了 在奇异的前夜将让本打算带着科赛特飘洋过海 躲避警察的追捕 然而马吕斯和他的同学参加奇异 音乐剧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One Day More》 是一首总结性的歌曲 其旋律汇集了前面几乎所有主要人物 各自的主旨旋律 自然也包括这一首《I Dream the Dream》 年轻的恋人即将分别 用同样的旋律唱着彼此的一一不舍 正是这一段从母亲传承给女儿的相同旋律 暗示了让让让会继续完成已故方婷的梦想 那就是让女儿科赛特获得幸福 于是他没有带着科赛特继续逃亡 而是加入了起义的队伍 保护并救下了在起义中受伤昏迷的马吕斯 幸存的马吕斯得知朋友和同学们纷纷阵亡的噩耗 悲伤地唱起了这首著名的《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 他无力质问 如今人去楼空 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 其实这段旋律在全局中呢 开始就出现过 那就是仁慈的主教 救助走投无路的让让让的时候所唱的 这一段旋律前后对比似乎表达了创作者对于悲惨世界的深刻理解 于果虽然同情这些在1832年呼唤共和体制的巴黎热血青年 但他更相信爱与善良才是改变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方法 悲惨世界的情节曲折 人物众多 也许我们无法记住每一个人物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 但我们总能感受到爱的力量 自由的可贵 善良的价值 好的 关于音乐剧悲惨世界的第三期节目 就此告一段落了 欢迎持续关注阿云嘎的爱乐之心 让我们与年轻的马吕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举杯 净逝去的岁月 净美好的未来 净不朽的友谊 阿云嘎的爱乐之心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